據大陸媒體報導 6月10日凌晨 浙江紹興 朱濟遭受百年一遇 短時間強降雨極端停機 截至目前統計數字 已證實兩人死亡 兩人失聯 截至10日6點30分 朱濟市主要的受災鎮街 包括馬建 桃珠 瑤江 五蟹 應電街等累計雨量 超過170毫米 最大桃珠 白門241.6毫米 據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 大暴雨造成山洪爆發 河水暴漲 洪水衝進城鎮街道 衝回道路 很多車子被淹 山體滑坡 有房屋被掩埋 沈家村好幾戶房屋倒塌 失去住所的民眾痛哭失聲 有民眾表示 洪災往往跟水庫泄洪或潰堤有關 但他們沒收到相關通知 五蟹風景區為朱濟著名景點 那有一條五折的飛豹 是景區最大的看點 有網友披露 五蟹風景區也有人死亡 新唐人記者 雄斌陳潔採訪報導 封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